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昏睡着不知哪里受了伤 也不知为何 哲言听了凤九说完 快步走上床前 把了把脉 低沉的说道早就和他说过要好好敬仰 如今旧伤还未养好 又添了许多心伤 哎 凤九你这话什么意思 他之前也受伤了 什么时候的事 受伤严不严重 到底怎么回事 哲言看着凤九此时焦急万分的样子 不忍瞒他 便和他说了时请你先慢点问 你一口气问那么多 我先回答哪个啊 嗯 看了一眼凤九 稳了稳继续说着上次东华来找过我 那时来的时候已失忆身伤 但我当时就和他说过 他需要静养 否则请凭他一程法力要恢复的时间会更长 若在这期间妙医院有何事情 他都无法掌控 可他说不想你知道 不让你担心 便只是从我这里讨了一些药丸回去 我以为这些日子他会自行收敛 谁知道今天比上次还严重 凤九呢 现在该如何 哲言看他如今这个样子 只怕会沉睡一些时日 在这期间正是他恢复自身修为的好时机 只不过 凤九急急地问道只不过什么 哲言你别吞吞吐吐的 赶紧说啊 哲言只不过两日后是你二人的大婚 如今东华这个样子 怕是你们的大婚不能出席啊 凤九松了口气 没关系 本身我与他早在出了范茵谷后 我们一同去了女娲娘娘面前已经签了婚书 我们已是夫妻 婚宴只不过是行事而已 我并不是很在意这些 晚些时候我会给八荒六合的仙者们稍去消息 将我们的婚宴暂时取消 不过有仪式需要你帮我一下 哲言和事 凤九帝君昏睡的事情 不要让他人知晓 帝君担负着天下的命运 若是让有心之人知道的话 怕是会有突变 哲言看了一眼眼前的凤九 好 你放心 凤九你先在这帮我看一眼帝君 我出去一下晚歇回来 哲言好 凤九离开泰晨宫后 邓去身心来到了范茵谷 看到向李蒙 凤九蒙少 蒙少凤九殿下 你怎么来了 凤九我来看看这妙一渊有何一动 蒙少前两日渺落有要崩塌之相 昨日帝君不是已经来过了吗 现在无妨了 但是我母亲和其他各族组长人在看守 凤九弟弟乡里蒙一个符咒 这个给你 若是妙一渊或者渺落 有任何风吹草动 你就用这个来通知我 不需要再单独通知帝君了 蒙少这个是没有问题 可帝君呢 可是出了何事 凤九帝君能有什么事 只不过是因为你用这个通知会方便一些 而且我们天天都在一处 你通知我他不就也知道了吗 蒙少哦 那好吧 凤九那就有劳了 凤九记得自己小时候 有一次听哲人讲青秋狐狸一族的起始 有一次讲到了狐族技术 若是自己没记错的话 那本册子应该还在狐狸洞中 尼谷参见殿下 您怎么回来了 凤九没事 回来整理一下自己东西 你先下去吧 尼谷是 凤九翻了许久 终于在一个尘土飞扬的乡底 找到了那本技术的册子 凤九如今帝君正在昏睡中 若是这七间妙医院真的崩塌 鸟落跑了出来 怕是这四海八荒都不得安宁 为了保险起见 我不得不尽快将这技术修炼出来 才能替帝君挡一挡 冬华昏睡的这几个月 凤九一面要照顾他 一面自己还要修炼技术 短短几个月 凤九已能将这技术的修炼 要领吃的通透 凤九看着冬华熟睡的脸庞 帝君 你还要多久才能醒来 这些十日碧海苍灵的果子都要结出来了 我还想等你醒了之后一起回去了 冬华醒来时已经是三万年后了 醒来后映入眼帘的是凤九的脸庞 他轻轻抬起手 从发丝抚摸至脸庞 最后停落在眉间的凤与花 凤九感到一丝一动 抬头后 四目相对 两久 凤九哽咽着问道你醒了 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 冬华 醒了 小白 过来 冬华拍了拍自己身旁的位置 凤九乖巧地躺在冬华身旁 将自己放置在他怀里 双手搂着他的腰 你睡了好久 再不行 我就要生气了 冬华 我知道 所以我不敢再睡了 小白 让你担心了 凤九以后你不许在自己一个人行动 你要乖乖听我的话 否则 冬华否则怎么样 凤九否则我就生气了 我一生气我就会不理你 到时你说什么做什么我也不理你了 冬华好 小白 凤九恩 冬华对不起 我们的婚宴没能如期举行 凤九摇了摇头 轻声说道没事的 我理解 那日你昏睡着 我把折眼找来照看你 我便通知各位先者取消了我们的婚宴 行事而已 没关系 冬华知道凤九最爱热闹 这次由于自己受伤 没能举行婚宴 必定会有遗憾 冬华我们再选个日子举行吧 凤九好 都听你的 季恒听到冬华醒了便忙赶了过来 刚进到大殿便听到二人在一处甜言腻语 心中恨意又多了几分 片刻收敛了自己情绪 走了进去 季恒参见帝君 女君 冬华和事 季恒老师因就季恒身受重伤昏迷 心中很是愧疚 本想在老师身旁伺候 但基于女君身份 季恒便回到自己店中 虽未在老师身旁 但心中一直惦记着老师的伤势 今日特来探望 冬华案 这些小事无需挂在心上 过些时日我会找出方法 解决掉你身上的秋水毒 待读塑化解后 你便可去往你想去的地方 季恒老师 季恒不是这个意思 冬华下去吧 季恒是 凤九帝君 冬华案 凤九你与季恒 那日是在范英谷救的他 冬华案 那日碰巧路过 顺手救了 怎么了 凤九咬了咬唇 没事 冬华我与他没有什么关系 不必挂念 嗯 凤九原本还想再问什么 但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季恒离开开晨宫后 想起当初在范英谷 渺洛同自己说 可以帮自己夺回帝君的事情 决定前往苗医院 同渺洛做个交易 渺洛你怎么来了 这妙医院还能让他人进出 也实属不易啊 季恒我今天来 是想问你 当初你和我说 能够帮我夺回帝君的事情 可是真的 渺洛怎么 上次本尊帮你帮到一半 你自己不争气 让自己输给了他人 这次还敢来质疑本尊 季恒我想和你做个交易 渺洛 说说看 你有什么可值得本尊帮你的 季恒你帮我夺回帝君 我助你解开封印 你看怎么样 渺洛论修为与法律 本尊比你高出不知多少倍 本尊现在都没能完全挣脱 你又凭什么这么说 季恒就凭我现在比你自由 我可以自由出现任意地方 我也可以帮你打听 帝君的一举一动 只要你能帮我 渺洛好啊 你过来 季恒战战兢兢的走上前去 顿时感到身子一阵 一股热气从上至下流入自己体内 眼中红光一闪一线 再一戏看那丝红光消失了 渺洛去吧 本尊会在你需要的时候 助你一臂之力的 冬华自醒来后 便开始命中林着手准备二人大婚的事 这期间也同凤九回了青秋一趟 一切都安排妥当后 最终定于三日后举办婚宴 季恒将二人情况告知渺洛后 鸟洛觉得最近自己功力大涨 正好可以趁冬华大婚之时采取行动 便命继衡在二人大婚之日 将冬华想办法引到他的房中 这样二人大婚必定无法完成 而自己也能争取更多时间解开封印 重获自由 承玉恭喜你啊 小凤九等了这么久 终于苦尽甘来了 凤九承玉 你就别取笑我了 承玉想想当初 你一步一步走来走到今日 真的实属不易啊 凤九是啊 当初本来已经让自己放下帝君了 没想到最后自己真的等到了 想想还觉得不是很真实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